欢迎一下老爷子 老爷子要做半天了 欢迎一下 赵老 赵老请坐 是从赵锦哲几岁的时候开始 你就给他决定要走上这条路了 是不是 其实我就 刚才梁老师讲了 其实除了他自己本身 想给辽宁拿冠军以外 还有一个辽宁情人 因为我当时是辽宁 逐游队的秋迷 后来这种情况 就是我跟他这么讲 我说 你的父母工资收入少 或者你的父母穷 但是你不能不管 爸爸妈妈 所以总是有这种辽宁情节 坚持地辽宁这样下去 对 而且老爷子 大更觉得那种爱 那种关怀 那在全院都是出了名的 当时我父亲 就基本上风雨无阻的 就是接送 因为那时候走训 太小了 没有住校 所以让这些大院的所有的 其他项目教练 包括这些院长感动 就是在这个下雪天 那么冷的天 就在一个躲在墙角里 为了把这个牛奶 不让它凉 把它之后放在自己卡机锅里 把它做练完之后 第一次进去水水里 还有点体温 对 有点热的那种 其实我每回回想你这些事情 我不管是我感动 包括我 现在的所有的其他项目 老教练都知道我父亲 谢谢大家